经过两年的大幅调整 锂矿还能再涨十倍吗 大家好我是老韩 欢迎收看本期的老韩说股 今天老韩就跟大家聊聊 天气锂业和溶解股份 这两家锂电池锂矿相关的上市公司 接下来的内容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完 特别是新朋友 一定要加关注不迷路 老朋友点赞以此鼓励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气锂业 那么对于这家上市公司 毫无疑问 它主要是做这个锂电池锂矿的相关的这些业务 也是锂电池的上游 这些锂电池的这些材料啊 锂矿啊相关的这个业务的 那么它近几年的这个经营状况怎么样呢 我们来可以分析一下 那么在前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大笔赚钱增速 毫无疑问 是大幅正增长的 但是到了去年我们看到 是吧 它同样是大笔赚钱增速啊 更是高的是吧 可怕 只是说从今年开始 我们看到 包括今年的这个半年报 虽然是赚钱的 但是这个增速明显的出现了一个负增长了 所以说 对于说新能源整个的行业它有原来的成长到现在的这个成熟 是吧 慢慢的可能就是慢慢的要什么成为一个衰退期了 所以说它仅仅来说从财务报表上我们也看到 仅仅来说它业绩啊是慢慢在下滑的 当然了具体的话 还是要什么市场说了算啊 我们要看它的K线图的表现 因为市场才是最好的老师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是它的月线图 我们从月线图上看到这是21年建的高点 包括去年22年建的做了两个双头 是不是做两个双头之后呢 随后就出现了这一个调整 而且目前来看在这几线位附近 暂时啊 来到这个位置附近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想一想 它前面这个位置上 从12块钱涨到了140多块钱 那都是已经大于10倍了 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现在经过从21年开始的话 调整的话也就经过两年 那么目前来到这个景线位附近 那么大家说一说 这位置附近的支撑力度强不强 这位置附近的支撑力度是很明显 是较小的啊 所以说从月线上 我们虽然看到这个景线位60块钱附近 可能受到支撑 但是这位置附近的支撑力度是很小的 因为再结合整个目前这个行业来看的话 它接下来可能还要调整 那么调整估计要到40这个附近 附近再要看这个行业修复情况怎么样 如果修复的好 再加上整个经济又好了 那它有可能是吧 再来一波反弹行情 但是能否出现10倍呢 这个我认为概率从技术上来看的话 当然这个如果说从目前大环境呢 以及从技术上来看的话 这种概率是较小的啊 最多来个五倍 或者三倍 两三倍 我认为已经够可以的了 当然这是从月线上我们看到的 好我们再从周线上来看一眼 那么从周K线上大家也可以看到的是 目前刚才说了啊 这个60块钱这个附近的景线位这个位置上 现在慢慢的你看 它也要给它跌漏了整体上山 它还是下降的这个趋势 是不是 而真正的我们看到的前面这一波 也就是30块钱 这40块钱 这个位置上可能有个支撑 在这个位置上可能有个支撑 加上时间的推移 如果说后面行业转暖的话 它会受到支撑出现反弹 目前来看 它依旧是下降的这种趋势 而且从周线上 我们也没有看到 它有这个底部形态出现 没有 你想想看 如果从截止到这样来的话 周线四连因 周线是四连因的 你说哪来的底部这个形态 没有 是不是 即使有的话 那后面我们一定要去等 等它 一个是从整个行业 看看有没有发生了变化 再就是从技术上 从周线上 看看它有没有底部形态出现 好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家上市公司 融解股份 那么融解股份 同样的 它这个基本面上 也是有这个锂矿相关的 那么它的财务报表 这两年我们来看一眼 前年毫无疑问 是赚钱增速 正增长 去年呢 又是更大笔的赚钱增速 也是 是吧 大幅的正增长 但是到了今年 看到没有 半年报出来了 开始负增长了 他们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不是 业绩在下滑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看K线图 那么从K线图上我们看到 这是它的月K线图 月K线图这是在2021年建到了192块 9毛2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顶部 一个形态出来了 当然了它最终是从大概也是不到12块钱 涨到了192块钱 你想想看 是吧 也远远是大于10倍的 所以说接下来 还会不会再来一个10倍的行情呢 那么目前从它的整个的行业周期来看 以及它目前调整的时间和空间来看的话 目前从技术上 从行业周期上来看 它如果说短期内再来一个10倍的 这种概率是极小的 正如我们刚才在前面也说的 你最多3倍或者5倍已经了不起了 再来10倍 这种目前大家千万不要这种奢望 至少说你或者说再来一个轮回 经过几年的这种调整 是不是 那么目前我们从月K线上看到的是 它同样也是在这里构筑一个双头 随后这样一个调整 而且它当时这个颈限位在80块钱 这个位置上 现在也就是在51块钱 早就把这个颈限位跌漏了 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它后面有可能像20至30 这个位置上去寻找支撑 而且经过时间和空间的一个消化 因为从月线上 它整体来说还是这个下降出世 而且调整的时间 因为它才调整两年吧 加上它行业现在目前还没有恢复 好我们再从周线上来看一眼 周线上其实也是一样 当时我们看到的是192块9毛2这个位置高点 构出了这样一个双头 大家看到周线目前是一路是下跌的 而且周线同样也是四联英也没有发出这种底部的这个K线形态 你说这哪有底部的K线形态 是不是指标上它会反复的去试错 你一旦的低位它会反复的试错 所以说指标上目前是失效的 你就看它有没有发出底部的这种信号出来 是不是只有它出现这个底部的形态了 再配合着这个基本面上这个行业是不是开始转暖 只有这样你才能关注它是否指标形态出来 所以说接下来这个十倍行情 刚才我们也说了 从基本面上从技术面上都不会满足的 最多也就是可能说来个反弹 或者一倍两倍已经是够可以了 所以说整体上对于说目前的刚才我们所说的 李矿啊李天池这个行业的话 包括这两家上市公司 我们最多等它底部形态出来了 你去可以去博弈一个翻倍的行情 还是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当然了以上的这些分析 仅是老韩个人的观点 不作为大家投资的建议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你 没有问题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打一个888 让我们一起发发发